大家好,我是王文,我是居住在犹他州沿湖城地产经济,欢迎来到我的沿湖城地产频道 今天呢,我来帮外州的一个观众朋友啊,来拍一套在Traverse Mountain上面拍一套全新的独立大别墅 那这道房子呢,它是位于Traverse Mountain,就是小山坡一直往上啊,一直往上绕啊绕,稍微绕一点点 然后它呢,是离这个奥特莱斯这个商场啊,下去差不多,我觉得应该是五分钟之内就到了,五分钟之内的位置 然后它的location是非常好,因为这个社区呢,我之前呢,也来过很多次了啊,拍了很多,不管是样板间也好,新的房子也好,二手房也好,拍了很多次了 那今天这套房子,有观众朋友比较看重的啊 然后今天这套房子呢,它的整体的室内的这个户型啊,特别的好,格局特别好 它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客厅,高挑的客厅,采光特别好 而且它这个院子啊,基本上后面是没什么阻挡 因为它跟前面的房子,它是地是更高一点 所以呢,就是说可以看到山景的是一套山景房 然后在我们犹他州啊,这样大占地的一套房子啊,去年的年地税只有四千美金 所以呢,是养房产本是非常的低的 然后现在来说一下周边的学校的环境 啊,社区公立学校差不多是八分左右吧,八分左右 然后开下去呢,三五分钟呢,就有所非常不错的连锁的私立学校啊 私立学校,学费每年在一万多一点,也是比较 affordable,一万多一点啊 它是小学一直到有中学部的,小学离中学 那么周边购物的情况,比如说去这个Walmart,Costco路程 差不多是在十五分钟左右就能够到达 去I15号公路呢,差不多是在七八分钟可以去到这个入口 所以总的来说啊,它还有一些周边的小超市 像下去有个Hammers,差不多是六七分钟就能到 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地理位置,而且小区转的来说是非常新的一个小区 房龄这边都在一两年,一两年的一个房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房子的外观吧 这套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大别墅 先给大家看一下小区的环境吧 这样一动一动,离的还是比较宽的,离的比较宽的大别墅 那它这边呢,刚刚造好这套,2023年就刚造完的 前面也在造,还在造 那这套房子,它室内是三个车的车库啊,室外有很长的drive 也可以另外停三辆 那这套房子呢,它是两层楼加个地下室的构造 然后房子外观是小间顶的 呃,非常典型的美式风格的大别墅 呃,然后它有个非常大的占地啊,整个房子连院子差不多 连院子差不多是0.2个英武 所以说它的院子的size还是算不错的 室内是4300多尺,完工是五房4.5位 那现在的价格是102万4千9 那就差不多102万5千 这也是那个,有的时候agent他们喜欢搞一些文字游戏啊 给你弄掉一个100啊,零头啊 给你感觉好像很便宜,其实都一样 都都都是一个价格 去年年地税4千,小区是有HOA的 HOA是104,然后这个HOA呢,它的 呃,性价比特别高 它有会所,它有 呃,网球场 啊,性价比特别高,那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吧 这个这门的入口,它是等于是砖的结构 以及非常高,九尺高的一个木头的门 上面有窗,有一定的采光 我们就去看一下 哇,很漂亮,它这个灯都开着 一进来,这个房子啊,其实像一个样板 家有个staging啊,有个staging的感觉 右手边呢,是敞开式的一个会客厅 或者是可以做一个书房 它是敞开式的,没有萌的 那么左手呢,就是直接楼梯去往二楼 我们这边看一下 这里呢,就是非常漂亮的高条客厅,看到吧 很漂亮的高条的大客厅 而且,我感觉它这个户型啊,非常的 open,非常的open,非常舒服 非常人站在当中啊,就很,感觉非常有层次感 很有空间感,不太压抑哦 很开阔的感觉 那这里呢,一进来就是一个会客厅 啊,会客厅 然后它这套房子的朝向呢 是这两个窗,应该是朝,我看一下啊 应该是朝北的,客厅是朝北的 然后,这个staging也是非常舒服的 不是特别豪华,但是很有家居的感觉 居家的感觉 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这是一个dining room 你看它这个客厅其实很大的 你可以一直延伸到这里过来都是可以 现在就感觉好像这个客厅特别大 对,然后再往前呢 就是厨房,餐厅,客厅 那它这个builder呢是field stone field stone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比较受欢迎的一套户型了 室内四千多尺,非常大的一个户型 然后这里呢是做的非常高档的 上下的烤箱,有两个烤箱 然后是未来预留给冰箱的位置 那这个厨房整的来说是L型的 L型的厨房 它的色调呢基本上是中性色为主 上面柜子是米色系的 下面是咖啡色的,是中性的色调 然后这个当中一个倒台啊 是其实感觉是比较正方型的了 然后这里做了一些这个悬浮的 它这套房子做了很多很多的升级 非常多的升级 这里用的是惠尔普的不锈钢的 这个五个孔的灶台 抽油烟机全部给你做到位 然后下面是惠尔普的洗碗机 这个是那个大的水槽啊 不是不锈钢的,是那个叫什么 陶瓷的,大的水槽 非常感觉非常舒服,非常高端的 下面呢微波炉就坐在这个位置 那这套户心比较不错的一点 是它一楼呢有个这个露台 因为它翅膀是个Walkout Base 这是它的另外一个亮点 可以看到这个露台非常舒服吧 现在是我们犹他周下午六点多 夕阳西夏的感觉 露台超大的一个露台 超级大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大的露台 超级大 看到吗?它这个房子是不是前面一排 就比它矮半截 然后它这个完全是可以望到 我们这个犹他周的山脉山景房 山景房 然后这个院子呢 就是在这个property line 就是在这棵树苗这里 一直围到那边 所以院子呢还是非常大的一个院子 这里是Walkout Basement 然后这里呢楼梯可以通到地下室 然后我们到房子里看一下 这个户型啊 还有一个优点呢 是它一楼啊 主卧在一楼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这里呢就是一个pantry room 食物储藏间 食物储藏间旁边啊 就是餐厅往里走 这里就一楼有个房间 这就一楼的一个主卧了 非常大的一个主卧 我们着手先看一下 它的衣帽间哪是 衣帽间 洗衣房向下 对方的洗衣房 这里就是一个walking closet 布鲁斯衣帽间 非常的宽敞 然后这套房子呢 它有两个洗房 一个在主卧里面 还有个在二楼 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 房间大不大 它这边放的是king size bed 国王的床 里面呢就是做了非常多生殖 感觉很现代风的一个 卫生间 双台盆 方的台盆 瓷砖 这个marble的marble图案的 这个大理石图案的这个浴缸 那个全透明的消瓦 这个消瓦也挺大的 挺大的一个 这里有窗呢 采光特别好 那这个主卧的这个 卫生间是没有话说 卫生间我觉得是非常的完美 装修的也很完美 然后再往这边 再往这边这里看一下 这扇门呢是去地下室还没完工 那这里一个门呢就是三个车的车库 看一下吧 车库还是蛮蛮那个的吧 而且有窗啊 墙那边有窗 采光很好 现在我们这边游他周 现在是六点半 六点多 采光还是可以 三个车车库标配 标标准大小 然后车库进来 左手边呢就是一楼的 这个半个卫生间 在这个位置 半个卫生间 半个卫生间出来 左手这流血门是挂衣服的 东西挂大衣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去 二楼看一下 其实他这样staging一放 这样升级就感觉 他就是一个model home 就是个样板件 完全是个样板件 这个户型呢 第三大优点是 他二楼有个loft 二楼有个厅 比较小 这个厅是比较小的 但是他还是有一个 右手先看一下 右手是 二楼第一个房间 房间还是蛮搭的 这个房间呢 是布鲁士的衣帽间 walking closet 这是二楼第一个房间 这扇门 机房 然后就旁边呢 是二楼共享的卫生间 大小还是不错 地上图的这种 隔 隔 怎么说呢 隔花的这种 瓷砖 地砖 然后这个旁边呢 是二楼共享的卫生间 他这个地面 台盆啊 那个什么台面全部升值的 这个灯全部是升值 升值 这些东西还是肉眼 是看得见的 然后这个旁边是二楼 第二个房间 也是个客房 walking 布鲁士的衣帽间 然后这里呢 是第三个客房了 这三个房间的面积感觉都是可以 不是很小 还可以 他只是他网上写的是五房 那我觉得五房应该是第一个office也算进去了 算进去的话就是五房 office没算的话就是四房 那我现在暂时给他不算进去吧 不算 因为毕竟这里没有门的嘛 所以不算个卧室 我们现在去地下室看一下 地下室的格局 看一下地下室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他的大室 还是挺亮的 他这边呢是在地下 那边呢是在地面上 这是一个大的厅 然后呢 这是未来的 这个木框一直围到这边 可以未来做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是基本上窗在地面上的 一个大的卧室 就看到地上有这个蓝的这条线嘛 就是个卧室 非常大的一个卧室 然后这个是 蒙出去到后院 这呢又是个卧室 这个卧室风景非常漂亮啊 无敌了 这个窗可以看到 由他周的远处的 晚上特别好看 晚上万家灯火星星点点的 很好看 这是一个布鲁士的 一帽间 应该 那么地下供小的卧室间在这个位置 地下有管道的 那么地下呢可以作为一个 两房 两房 一厅一卫 这个厅还是超级大 给大家看一下房子背面的样子 那他这个房子呢是个corner lot 是一个转角 所以说他的地是会比较大 地比较大的 是个转角的一个lon 大家看一下是这样子的一套房子 非常大方的大气的 外观是米色加上灰色的一套 房子 二楼呢 二楼看一下 是这样在上面 还在上面 看到吗 这个尖顶给揪住二楼 它是二楼价格 walk house basement 它这套房子已经降了七万五了 降了七万五了 所以呢 价格是非常的优惠的 一百万出头 一百万出头就能在我们游他都买了一套 能够 地税非常低 养房成本非常低的 而且呢又是全新的 我地理位置有这么好的房子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那这套房子的 这样一个户型啊 一个格局 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欢迎我取得联系啊 然后我们这个社区啊 还有很多的moving ready的 以及top riders也在盖在这个社区 有一些房子呢是moving ready 有的是次新房 房龄在一年两年非常的漂亮 卖家也是里面 做了很多很多的升值 然后有的房子啊 因为卖家急着要去外周工作 搬离这个周 所以有的时候现在 现在在大打折扣 非常的优惠啊 那如果您喜欢今天我拍的这套房子的话 或者在犹他周游买房卖房需求 欢迎我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